如果男人有这四个表现,说明他欺骗了你的感情 一,他从不及时回复你的消息 如果他真的爱你,那么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消息 会接听你的电话,哪怕当时他在忙 没能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消息,接听你的电话 也会在他忙完以后,及时给你回消息 会拨通你的电话,向你解释,或者是道歉 只有当他不爱你,或者是在欺骗你的感情的时候 他才会懒得回复你的消息 甚至已经默默把你拉入了黑名单 你打电话过去是打不通的 二,从来不陪你过生日 如果一个男人真心爱你,他一定会记得你的生日 不仅仅记得你的杨丽生日,还记得你的英丽生日 他会在一年之中给你过两次生日 英丽是一次杨丽一次,因为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陪你一起过生日 如果他欺骗你的感情,那么他自然不会把你的生日当回事 也不会把你的生日放在心上 三,从来不给你买礼物 如果你发现一个男人对你特别抠门,特别小气 那么你要与他保持距离 因为这样的男人是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的 只有当他真的爱你,他才会想要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他会想要给你买礼物,想要给你更多美好的东西 有时候男人如果真心爱一个女人,他会特别留心女人真正在乎和需要的东西 他会第一时间想方设法买回来,送给女人,哄女人开心 否则说明他在玩弄你的感情 他不是真心爱你 四,他从不主动牵你的手 当一个男人在跟你一起逛街或过马路的时候 从来不主动牵你的手 那么说明他欺骗了你的感情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只是活成一座孤岛 或者一个干枯的标本 我们总归要学会从中吸取养分和养料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的成长就像是一部经典的书籍 你以为你翻到了书籍的最后一页 其实你真正获得的东西只是凤毛麟角 细枝末叶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段感情都十全十美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